北大西洋飞奥纳持续北上现在升级为4级的飞风 相当于墙台等级 侵袭波多里格多米尼加重创加勒比海地区 造成至少有8个人死亡 至今仍然有103万户是停电的 飞奥奥纳来势汹汹在大西洋的沿岸掀起 巨天通大浪 海上的无人机更是拍下了飞风 卷起高达15公尺的海浪 威力是相当的惊人 而美国的国家飞风中心就表示了 相信费奥纳可能会在24号转向直扑加拿大 而美国的东海岸也经历了巨浪和激流 加拿大当局已经向大西洋沿岸地区的居民 发布了飞风手势 警告民众恐怕要为长期的停电先做好准备 同时也呼吁民众要做好防范的做事 俄乌战士现在是陷入僵局 外媒就分析说普丁已经被逼到绝境 传出可能会发射高超音速的武器攻击欧美国家 而另外普丁突然征召30万名的预备役 要投入乌克兰战场 也让当地的人民是吓得出逃 但是逃不走的男丁是被迫上战场 有小孩送别时泪崩 就要爸爸一定要回来 俄罗斯试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速度极快难以拦截有巨大毁灭性 普丁的心腹透露俄罗斯已经没有回头路 不排除以核武保卫领土 扬言以高超音速武器攻击欧美 显然普丁已被逼到绝境 21号突然征召30万名预备役 各地立刻掀起反战示威 抗议人士被警方拘留后 竟马上收到征召令 甚至只有一小时可以收拾行李 警方还冲到校园 带走在上课的男大生强迫征召 家属们满脸不舍爆哭送别 有小孩心碎哭喊 外传就连把人类舌头煎来吃的恐怖杀人犯 都被要求上战场 能撑过六个月就获得特赦 但俄国不分男女都在逃 21号一天内就有近5000人逃到芬兰 比前一周暴增53% 传出有29岁男子收到征兵单 被迫抛下怀孕妻子连夜逃命 拒绝成为普丁的杀人机器 另一边出国机票都卖光 莫斯科费英国一张机票36万台币 非杜拜经济舱甚至要28万 结果还是销售一空 有消息指出普丁已经离开莫斯科 逃到能躲过核灾的地下碉堡 俄乌战士陷入僵局 乌东四个地区23号到27号举办公投 决定是否加入俄罗斯 一旦通过俄罗斯立刻并吞 乌国15%领土 记得理清陈真茂宝董 俄罗斯在四个乌庸地区 现在决定说要投票是否加入俄罗斯 那么顿内刺客地区的领导人 就呼吁民众要积极投票 表示说入二之后就可以跟家人来团聚了 外面上可以看到场面是非常的热络 民众大牌长龙积极参加入二公投 跟基辅当局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 不过乌克兰当地的卢干斯克州长就透露说 俄国当局他们是禁止当地的小镇 也就是当地人民在公投结束之前 出城还强迫民众要出门投票 南韩总统尹席约现在再度陷入了争议 他在出席会议的时候 前脚才跟拜登亲密交台 下台之后马上被拍到变脸 而且他似乎没有发现旁边的摄影机 甚至还爆出口 南韩总统尹席约在纽约出席会议 脸上堆满产媒笑容 还亲密地拍拜登双手 转身竟然马上变脸 向外长蒲正表示 如果那群崽子在国会没让计划通过 拜登那张脸该往哪摆 南韩网友怒劈丢光韩国的脸 事后官方解释尹席约说的崽子 其实是指南韩国内在野党 但却没人相信 而美国前总统川普也曾遭到四国领袖 在背后狂栓 英国前首相强森 问法国总统马克宏为何迟到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立刻抢答 说是因为川普开了四十分钟记者会 对此川普气到爆 骂杜鲁多是双面人 拜登也被捕捉到尴尬场面 他在会议上发表完谈话后 似乎迷失在讲台上 走到台边突然定格 双手放在面前 左看右看不知所措 往前踏了一步 又把脚缩回来 诡异举动再次让大家质疑 他根本不适合当总统 记者综合报道 尹锡悦现在被拍到爆出口 虽然说南韩的总统办公室呢 紧急解释说尹锡悦 他是在说的是南韩的在野党 但是还是引发了轩然大波 国际事务专家赖岳千 就分析说尹锡悦这样的举动 可以告诉白宫当局 其实南韩对美国的做法 已经很不高兴了 如果说今天 这个尹锡悦 他是针对的是美国 跟美国的国会议员 就是美国总统跟国会议员 但是他并不是当着美国的总统 拜登这样子骂他 也不是当着美国的国会议员 这样子的骂他们 那他是私底下 跟他自己的同僚 在那边发牢骚 把他不满的情绪表达出来 那被这个摄影被记者捕捉到了 捕捉到以后 其实虽然有一些失礼 我们再强调有一些失礼 但是他并不是在 当着美国的总统面前骂 我在强调不是当着美国国会议员 面前骂 那他这样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 有好处的 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做法 其实有时候也会给 美国的行政 就是白宫当局 还有美国的国会议员 他们知道说韩国的总统 对你们的做法有意见 不高兴了 不高兴了 有意见了 其实他这个就是说出心里话吗 对 其实说出心里话 然后被记者 这样子自然地捕捉到 然后释放出来 那也可以告诉美国的总统说 我不是一个 永远听你话的小跟班 我也不是一个 没有个性的小跟班 我觉得这个是 没有什么不好的 有的时候 对于一个 不受美国总统重视 也不受日本的首相看重 或是在意的 韩国的一个总统 坦白说 韩国也不是小国 当然他跟美国跟日本不能比 可是很明显的 美国跟日本是瞧不起他 结果呢 这个总统 韩国这个总统 很明显的 就是没有胆子 完全没胆 而且让韩国人的尊严扫地 为什么 他一看到这个时候 他就觉得自己在闯祸了 不懂得好好的利用外交的筹码 结果变成好像自己在闯祸 好像自己在闯祸 还怕得罪 还怕这个对他不好 不礼貌 不客气的美国的总统 还怕他生气 还怕得罪他 然后呢 反过来在国际的场合 说我这是骂我自己的国会议员 对 骂我自己人 你在国际的场合 你骂你自己的国会议员 这就是严重的问题了 对啊 这有比较好吗 这个更严重 你应该是骂美国的总统 而不是骂自己的国会议员 这个已经不是 处理外交政策的 适当技术上的问题 而是整个心态上的可悲 因为这个就是典型的韩国 我们叫做设立内人 表面上很凶悍 你怎么样 但事实上胆小得很 美国联总会宣示 将会持续鹰派升息激励 美元指数再度走高 昨天又刷新了 超过20年的新高记录 欧元英镑全导 崖币的贬视难制 由于我国的央行 仅升息半码新台币盘中 扁破31.7元 下周恐下看32元 美元的升势能力 已经带给各国的货币承重卖压 为了要避免通膨 进一步的上扬 各国纷纷传出以升息干预会事 等各种手段足扁 瑞银认为说 我国年底之前 可能会再将升息半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